一位退伍军人在天涯论坛现身说法 用亲身经历证明世上真的存在罗刹 1979年 这名军人在执行任务时 亲眼见到了满嘴獠牙 浑身绿毛 子弹也伤害不了的罗刹 并亲眼看到他害人的场面 那么这名退伍军人的描述 到底是否属实呢 而传说中的超自然灵异事件 神秘机构是否真的存在 本机弹长就带你一探究竟 视频内容可能过于玄幻 还请旅行观看 2009年4月24日 一位叫SK91的网友 在天涯论坛的联盆鬼话上询问 我国到底有没有灵异事件调查机构 他描述说 民间众多公开机构实际上真假难辨 许多都是打着灵异机构的旗号 实则是挂羊头卖狗肉 那么我国究竟有没有类似 美国51区的神秘机构呢 而且能拥有如此庞大的国土面积 也一定发生过不少科学 无法解释的神秘事件 又到底是谁会来处理此类事件呢 带着种种疑问 磁帖已经发出 立刻便引爆了全网 在众多的回帖中 有几个帖子十分引人注意 其中有位引口的网友 在谈及1937年的坠龙事件时 曾说过当时自己的爷爷和村民 还亲自用水桶给龙浇过水 随后上面派来的一群人 就把龙给拉走了 那么这些人到底是什么身份呢 他们会不会就是神秘调查机构的人呢 并且又有位网友提到 1980年彭家木罗伯伯失踪时 坊间一直流传 他在罗伯伯深处找到了一块双鱼玉佩 这块玉佩能带人穿越时攻 这无意中用玉佩又复刻出另外一个自己 随后真正的彭家木便带着玉佩 穿越回到了过去 变成了皇帝王莽 不过以上所说的也只是无法证实的言论 也就在众人各执一词争论不止时 一位叫东方狼的网友出现了 他所说的话 随即在论坛上又炸起了一片水花 他说你们不要瞎猜了 我建议你们去了解一下749局和507所 那这两个机构是什么来历呢 据东方狼介绍 他们是官方唯一认证的神秘部门 其中749局负责处理朝子人事件 而507所的创始人 就是大名鼎鼎的钱学生教授 这番话说的有鼻子有眼 也成功吸引了网友们的好奇心 于是大家纷纷请东方狼展开详细说一说 结果东方狼却像消失了一样 这之后再也没有出现过 那么这事是否还有后续呢 也就在大家快忘了这篇帖子时 两个月过后 东方狼又突然出现了 还说自己这段时间解决了一些事情 现在一切都没关系了 那既然大家想知道 自己接下来就讲给各位听一听 天涯网友口中的749局和507所 到底有多神秘呢 这位网友声称 看到罗刹害人的血腥场面 又究竟是不是真的 视频内容可能过于玄幻 还请大家履幸观看 据这位东方狼的网友描述 自己曾是一位退伍军人 在1979年8月份的一天晚上 他突然接到一个紧急任务 当时班长面色凝重地告诉大家 此次任务十分特殊 可能会经历一些超出大家认知的事情 而这次任务是配合749局 处理未知生物伤人的事件 如果看到任何场面 大家一定要保持镇顶不要慌张 这话一出口 谁的心里能不发毛呢 但军令如山 大家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车 在一番颠簸之后 车队停到了一个山脚下的村庄里 在此处等候许久的749局工作人员 赶紧迎订上来 简单的说了一下事情的经过 原来在七天之前 本村的李老汉在打猎归来时 经过乱葬岗 突然听到了一声怪叫 而这怪异的声音勾起了李老汉的好奇心 这脚也不听使唤的往乱葬岗走去 如果知道接下来会看到什么 李老汉死都不会前往查看 只见一块墓穴中散发着黑气 这旁边有一个洞口 突然一个长满绿毛的手 正快速地朝洞口爬出来 这李老汉吓得拔腿就跑 结果当晚村子里就发生怪事 这村民们不仅半夜听到后山有怪叫 这在第二天 张寡妇家中还死了五只鸡 并且这些鸡都不知道是被什么咬死的 这到了第三天 王大爷家中的鸭子又死了七只 也就在大家以为 是后山出现了什么野兽时 这怪事在第四天又发生了 当时一位村民到山上放牛 结果突然草丛里 钻出来一个全身绿毛的怪物 他扑上来就咬死了一头牛 这样的杀伤力直接又吓傻了当场的村民 而这怪物究竟是什么呢 此时李老汉突然想起来 自己前几天在乱葬岗看到了这些怪事 当时这个洞就出现在了村里二瘸子的墓旁 会不会是二瘸子死后变成了罗刹 从洞里跑出来害人呢 村民离世后变成罗刹 三天内咬死树枝家禽 火遍天涯论坛的罗刹害人事件 究竟是真是假的 视频内容可能过于玄幻 还请大家理性观看 那到底什么是罗刹 民间有种传说 由于不甘心 死时口中会残留一口气 而这口怨气吐不出来 又咽不下去时 就会导致它变身为罗刹 而二瘸子正是一个多月前意外死亡的 这李老汉初见绿毛怪物时 正是二瘸子死亡的七七四十九天 那这种猜测一出 这村民们都十分慌张 那到了晚上 家家户户都紧闭大门 但意外还是发生了 村民们开始相继莫名的失踪 最后大家扛不住压力抱了紧 但警察会轻易相信村民的说法吗 毕竟罗刹只是封建时代的一种传说 他们根本不会相信什么罗刹害人 最终这件事只能被定性为野兽伤人 可这怪事并没有因此结束 于是村长又再次将此事报了上去 最后不得已 七四九局介入了 但由于人员太少 只得调来东方狼所在的部队 在明白事情的经过之后 东方狼一行人负责分成三组保护村民 这一组在村中保护大家 二组在村口和近山的路上巡逻 这东方狼所在的是第三组 跟随七四九局前往乱葬岗寻找所谓的罗刹 据他本人所说 接下来所见到的画面 彻底颠覆了他的三观 那么大家在乱葬岗是否真的见到了罗刹呢 而这罗刹又到底长什么样子 随着这一行人来到乱葬岗之后 竟真的看到一个长满绿毛的人形怪物 此时正站在二瘸子的木旁 抬头对着月亮 就像武侠剧中 昔日月之精华的模样 而这个人形怪物十分丑陋 当他看到东方狼等人之后 就立刻狂躁起来 并朝了众人扑来 于是大家赶紧拿出武器口洞满击 可没想到这怪物丝毫不怕子弹 而大家却在怪物的攻击下 一个一个被击飞了出去 东方狼更是直接被摔倒了地上 昏死了过去 就在他昏迷期间 他竟看到七四九局的人 竟一个个不需要助跑 就跳起来无名多高 随后就挥出带有强气流的拳头 重重地打在了怪物身上 等东方狼醒后 只见这周围一片狼藉 这怪物也不见了 而七四九局的人 也不愿透露怪物的下落 甚至还劝告人们 不要去问一些不该问的问题 为此还特意嘱咐 如果有人问起此事 就说是山上下来了一只野兽 说完这些后 人就走了 但东方狼一直十分疑惑 这七四九局的人 为何会跳这么高 难道人的拳头 真的也会像动漫一样 带有超强的气流吗 直到后来 事情过了很久 自己才知道 原来七四九局前身 就是507所 而507所 正是研究人体特异功能的 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网上查一查 相关的信息 这故事讲到这里就结束了 而东方狼也再次 从网络上消失了 这就是曾经轰动 连锋鬼话的帖子 这故事的真实性 我们无从考证 也全当一个故事 来听听就好了 好了 本期的视频 今天讲到这里 观众探长 我们下期再见 观众探长